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上限金额维持在50万 存款保障委员会建议提高到80万 加强保障小存户 以及维持银行体系稳定 目标在2025年初六十 职口高期 不少人都会将钱摆入银行 期望在市况波动下 都可以得到比较稳定的回报 银行存款受到保障 一旦银行倒闭 最多可以获赔上50万 存款保障委员会建议优化计划 展开三个月的公众资讯 其中考虑将保障上限提高到80万 多了六成 如果扣除计划 在06年推出以来累积的通胀 实际保障价亦都提升大约是两成一 目前大约八成九 即超过2000万个户口 存款多过50万 会获得存额保障 日后就可能增加到整体的九成二 有100万个银行户口多了保障 都不会分散的了 因为你自己基本上香港人都很少 一家银行都会有两三间的了 只不过有多少钱里面的原因 不用分散 太烦了 不用令自己太烦了 外围经济波动不明朗 上半年美国多间的银行接连倒闭 存款保障委员会强调 不是因为这样而改 今次是常规检讨 因应保障额提高 银行为了这个安全网 每年供款就平均多了两成六 委员会承认并不是一个小的数目 业界会不会将成本转嫁给客户 视乎银行具体的情况 有业界代表就说有需要取得平衡 始终无论是业界也好 或者最终存款人 你利用一些银行服务 始终一定会有成本的 未必是直接用一筆扣一筆数 但是整体来说 你都要计得定数 所以我想整个技术上 我想就要宏观点去看 最关键就是 带出来给存款人的一个信心 给环球投资者的一个信心 就是所有存款是得到一个保障 李卫宏说 现在的期货 证券等投资户口 赔偿基金都是50万 建议当局都可以考虑提升 相关的赔偿上限 无线电视机车 不介绍不到 政府收回粉丁高尔夫球场 部分土地之后 有两项国际高球赛将会举行 当局说9月至11月 杯短期借出已经收回的用地 被香港高尔夫球会使用 政府计划9月 如期收回粉丁高尔夫球场 其中32公顶的地 并交给康民署管理 不过之后两个月 都有大型国际高球赛要举行 包括10月初 由中东国家赞助的 沙特亚美石油团体系列赛 政府说支持大型球赛举行 并考虑到实际的需要 9月中到11月中 会短暂借出已经收回的地 给香港戈伊夫球会 被问到球会代表 曾经批评康民署 过往管理大球场不善 憂慮草地 很难再用来玩高球运动 当局说收回土地之后 会当作公园去保育和管理 大家也去过很多康民署的公园 去对于草地等等的 它有一定的专家 去做好它这方面的工作 我们也没有打算 将它营运作为一个 高业夫球场去营运 所以在那个场地的要求 当然和现在是有一些分别 而高业夫球会 也会因应这个地方 这个公园最新的状态 去考虑究竟是否应该继续去申办 其他大型的赛事 至于球会借场的收费 杨润鸿说会按康民署原有的制度去计 但是并没有提到确实的金额 他又说当国际赛结束了 康民署维修之后 预计12月会逐步开放土地里面的暴行径 和宠物共享公园等的设施 无线电视记者李卓谦报道 新宿专员公署调查发现 公屋长者住屋和改建一人单位 九成七获偏配人士拒绝入住 建议房屋处不应该再当作一般公屋偏配 排上公屋 动一点都排几年 不过有时派到屋都有人会拒绝 申诉专员公署说 长者住屋和改建一人单位尤其严重 这两种公屋单位空置率分别达到百分之十五同九 2021到22年度 有百分之九十七的公屋轮后人士 获偏配这两类单位之后拒绝 过去五年每年大约有一千宗 长者住屋本身专为长者而设 提供社福支援 也都令到他们多些社交活动 不过厨房和浴室就要和其他的住户共用 2001年因应需求调整放宽入鑽年龄限制 而改建一人单位就是将一个大单位 分间成两到三户共用厨次 申诉专员公署说 公屋申请须知并没有清楚解释到 这类单位要共用厨次 而获偏配之后拒绝 也都计算了一次偏配机会 所有申请人其实只有三个机会 三个机会之中有一个已经没了 所以申请者就不满 不过我们也看到 如果有些申请者是经过 特快的偏配计划去申请 或者自己申请这些长者住屋的话 它的接受率有九成 这些旧式的在80年代 构思和兴建的 在现在就不太合适意 但是仍然有这么多单位在 会不会重建或者改变的用途 去看看如何最好运用房屋的资源 公署建议不应该将这类单位 作一般单位偏配 也都可以改为过度房屋性质偏配 无线电视记者李卓谦报道 中央外事办主任王毅 在印尼会计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未放话会谈坦率有建设性 布林肯强调了台海和平的重要 在印尼出席东盟会议的 中央外事办主任王毅 星期四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会谈 美国国务院形容讨论坦率 和有建设性 表示双方同意维持开放的沟通渠道 减少误解和计算错误的风险 布林肯强调了维持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 会谈前 中国驻美国大使谢峰说 要求美方采取行动排除障碍 管控分歧 按照中美三个联合公布的原则 谨慎处理台湾等重要敏感议题 王毅早前出席中国东盟外长会议的时候说 20年来中国和东盟积极签行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终止和原则 全方位托展互利合作 要深化双方战略伙伴关系 王毅说 中国和东盟正是推进经贸区3.0版谈判 以及推动RCEP 即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全面生效 印尼外长雷特洛说 中国和东盟互为最大贸易伙伴 贸易额接近1万亿美元 又说中国是东盟维护印太地区和平稳定 和繁荣的重要伙伴 无线电视记者张维冲报道 德国内阁通过第一份中国战略文件 减少对话依赖 但强调不想和中国脱钩 中国驻德国大使馆说 希望德国客观看待中国发展 德国内阁星期四通过中国战略文件 指出和中国的系统性竞争 和降低依赖风险的必要性 又批评中国一带一路倡议造成依赖 表示德方将会和中国重启人权和法治的对话 将会持续要求中国市场环境 有全面结构性的改善 并且希望在确守一中原则的同时 和台湾家强密联系 外长贝尔伯克同日在柏林出席活动的时候强调 中国仍然是德国的合作伙伴和竞争对手 贝尔伯克又说 德国无法忽略庞大的中国市场 但是中国也确实需要欧洲市场 明指中国不断变化 所以必须改变对华政策 中国驻德国大使馆说 中国是德国应对挑战的伙伴 而非对手 希望德国能够理性 全面客观地看待中国发展 强调基于意识形态的偏见 和竞争招累强行去风险 只会适得其反 人为地加剧风险 无线电视记者张慧聪 广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回来有其他消息 新闻时间先看看财经消息 美国股市年升第四日 纳斯特克指数升超过百分之一 导致报34406点升59点 表报公布指数报4504点升32点 美国上月生产物价 干年比较升幅持续收窄 数字进一步反映当地通货膨胀 再可能正是放缓 市场憧憬联邦储备局 将会在短期之内停止加息 美股向好 导致初段升134点 之后升幅收窄 主要股份类别普遍上升 其中通信服务股 和科技股的表现比较好 而能源股就有较大估压 转发其他消息 西贡牛美海一带 昨日下午有瓶鱼出没 有关注团体估计 它不是长着在香港 也在暴食期间误创本港水壁 渔户处呼吁市民 必须和鲸鱼保持适当距离 以免造成不必要的干扰 西贡对出海面出现奇境 一条鲸鱼一度抹大口 渔户处说下午接获警方通知 在西贡牛美海一带水域 发现一条鲸鱼 有白沙湾游艇会的教练说 下午约三点发现瓶钟 初期只是见到黑色三角形 以为是船仔 近看才发现是瓶鱼 他们删除人瓶 观察约一个小时才驾船离开 有关住团体估计 这条鲸鱼是布士鲸 相信是布食期间误创本港东面水域 布士鲸其实不是在香港常居的 但是它在香港对开的水域 其实都不想出现的 可能它最近的一个群体 它就在广西的一部关那边 估计它可能是因为追捕群 所以就走进来这些近寒一些的地方 现在都暂时没有显示 它究竟有没有机会割钱 月户处说将派源到摄市水域巡视 又呼吁市民必须和瓶鱼保持适当距离 减低瓶鱼意外碰撞船只或市民的机会 过去几年香港水域都曾经有瓶鱼出没 去年有市民影岛 在交易洲对开水域 有艺苦瓶的蹤影 而三年前维港也曾经有艺苦瓶出没 无线理事记者叶子娥报道 行政长官李家超说 月港澳三地有方案和机制 处理火灾等突发事故 亦计划与内地商业建立大湾区联合应急机制 行政长官互动交流达文会第二节 讨论应急安全 行政长官李家超说 计划建立大湾区联合应急机制 提高区内互保救灾等的能力 我们的救援物资和人员 怎样是可以不会因为三地的法律 发规不同而影响救援的工作 例如我们在深圳湾 现在如果真的不幸会发生火灾 我们已经有个叫做联合去灭火的方案 即是说先救援 后通报 例如有什么装备要符合某些法律才能进入香港 我们可以做一个清单制度 在法规不受限制的情况之下 或者不影响的情况之下 都有很多空间做到 政府是重弹危机事件当中管制措施有没有提升 我们已经有一个全政府动员机制 即是说我随时可以动员 例如整个政府的百分之三 或者百分之五的人员 我也都非常感谢关雷队 除了他们需要某一方面的资助之外 个个都是很热诚 以自发性去投入工作 另一个主题是法治人才 会不会有机会帮香港培养出来的国际法律人才 是能够参与选拔联合国法官的机会呢 如果我们香港可以有法官可以参与到 一些国际组织 当然我会大力支持 李家超总结的时候回顾施政一年 令他相信要发挥外国者治港力量 团结造势和凝聚共识 看问题要掌握系统观念 也都希望外国者继续以创新思维 应对香港问题 母线市记者质言问不到 一个有关内地38个主要城市 最新一季生酬水平报告指出 13个城市平均月薪高过1万元人民币 但按中维数计算 只有上海、北京和深圳三个城市傍晚 由内地招评平台近日公开调查报告 至38个主要城市薪酬水平 大部分比上一季高 以平均月薪计算 13个城市平均薪酬高于1万元人民币 其中上海以13486元人民币 连续第二季为居榜首 北京就以不到50元支差排第二 排第三个深圳平均月薪1万2000多元 哈尔滨就以7200多元排最尾 但以中维数计算 只有上海、北京和深圳突破1万元人民币 折合大约1万2000港元 和香港第一季度薪金中维数比较 差距达到8000港元 有内地传媒就引述专家说 平均数会受极端高薪 或者极端低薪个案影响 但中维数是所有数据 由低至高排列 再取最中间的数值所得 比平均数更具代表性 而国家统计部公布 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城乡居民收入等个数据的时候 亦都选择中卫数 从行业来看 证券行业月薪仍然是最高 而电子技术半导体等个高科技领域 薪酬就持续上升 无线电视记者陈雪仪报道 中央外事办主任黄毅 在印尼会借俄罗斯外在拉夫罗夫 黄毅说中俄坚定支持彼此 维护正当利益 坚持走黄木共存 合作共赢的发展道路 共同推进世界多极化 和国际关系民主化 上方要进长 元首还要共识 保持高层交往 加强战略沟通协调 拉夫罗夫说 我中保持高层交往 两国元首今年成功会晤 为两国关系注入强劲动力 我方愿意和中方一起 进一步加强战略协作 深化各领域合作 推动世界多极化进程 反对一切强权霸权 共同支持东盟中心地位 俄罗斯外交部发声明 说拉夫罗夫和黄毅 就当前沃克兰危机交换意见 并评估国际社会 推动沃克兰和平谈判进程 又吃回来有另一节新闻 欢迎收睇世界观 自沃乌战事爆发之后 芬兰和瑞典一直争取加入北约 计芬兰4月如愿之后 瑞典要成为北约第32个成员国 被视为最后阻力的土耳其 近日终于开绿灯 不过就开出条件 要求给土耳其加入欧盟 到底土耳其急于加入欧盟 背后有什么盘算呢 北约峰会星期二起一连两日 在立陶远首都维尔纽斯召开 除了商讨迪欧支援乌克兰 瑞典有望成为新成员 也都成为焦点 北约秘书长斯托尔·腾贝格说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 已经同意尽快推动国委批准 瑞典加入北约 俄乌战事自去年年初爆发之后 芬兰和瑞典基运安全考虑 申请加入北约 其中芬兰今年4月 成为北约第31个成员国 正式受北约第五条 共同防御承诺保护 即是一旦遭到攻击 其他北约成员国必须支援 芬兰也都必须捍卫其他成员 由于北约接纳新成员 必须要获全体成员国 一致同意才成事 原定计划和芬兰一起加入北约的瑞典 被成员国土耳其和匈牙利阻撓 申请超过一年 仍然迟迟未获批 随着匈牙利近日也妥协 令土耳其被视为瑞典加入北约的最后障碍 最大分歧是土耳其一直指控北欧国家 包庇他们眼中的恐怖分子 富尔德工人党 瑞典近几十年接收超过一百万难民 包括来自土耳其、伊朗和伊拉克 几万个富尔德人 部分人支持富尔德工人党 加上计今年一月之后 瑞典上个月底再发生焚烧可难经事件 令土耳其对瑞典加入北约一直不放行 直至日前突然改口 同意支持瑞典加入北约 不过土家还价 爱意当案表明 要以支持土耳其加入欧盟作为交换条件 土耳其1987年申请加入欧盟前身 欧洲经济共同体 1999年成为候选国 2005年开始入盟谈判 但2016年土耳其爆发政变 欧盟国家侧业土耳其人权纪录 未达入盟标准 以及塞浦路斯地位问题等因素 令入盟谈判停滞不前 分析认为土耳其国内通胀高企 外汇储备大幅波动 爱意当案在大选之后 改变外交立场转向亲欧 期望争取更新和欧盟的关税同盟 以及达成入境欧盟免签证 借欧盟国家的外资流入 化解经济危机 不过作为北约成员国的土耳其 与北约以及俄罗斯 都有紧密的经济和军事联系 爱意当案本身也都和 俄罗斯总统普京关系友好 所以在俄乌战事爆发之后 一直奉行平衡政策 在俄乌之间滑船 评论认为土耳其转投欧美的态度 势必惹起俄罗斯不满 克里姆林宫发言人说 土耳其不应该幻想有朝一日 可以获准加入欧盟 不过就强调 即使在北约扩大方面存在分歧 仍然希望与安卡拉建立稳固关系 由于土耳其国会由执政党控制 随着埃尔多安表态支持瑞典加入北约 相信可以获国会顺利通过 不过距离国会复会仍然有两个月 有评论认为阿尔多安会不会以国会反对为猶疑反口 仍然是未知数 我们明天继续世界观观世界 欢迎收看无线财经发信 我是黄善河 美国股市年升第四日 纳斯特克指数升超过百分之一 道指暴34381点升34点 这部500指数暴4502点升30点 美国上月生产物价 按年比较升幅持续收窄 数字进一步反映 当地通货膨胀可能正是方缓 市场憧憬 联邦储备局将会在短期之内停止加息 美股向好 道指初段升134点 之后升幅收窄 主要股份类别普遍上升 其中通讯服务股 和科技股的表现比较好 能源股就有较大估压 欧洲三个主要股市上升 其中德国股市连升第五个交易日 升至上个月30日以来最高 法国股市连升第五个交易日 英国股市连升第四日 英国富士100指数升24点 法国Kat指数升36点 德国Dex指数升118点 美国批发层面物价上个月回升 但安年比较升幅持续收窄 下降到差不多三年以来最低水平 根据美国劳工部数字 生产物价6月升0.1% 市场预期升0.2% 上月生产物价按年比较升0.1% 胜幅是2020年8月以来最小 较5月份低0.8个百分点 是连续第十二个月收窄 市场预期收窄到0.4% 扣除食品和能源的核心物价 上月升0.1% 连续第三个月以这个幅度上升 而安年比较就升2.4% 胜幅是前年一月以来最小 较5月份低0.2个百分点 是连续第九个月收窄 市场预期按月比较升0.2% 按年比较升2.6% 长实集团出售波佬到豪宅项目 交易告吹 没收定金超过20亿 长实说买方新加坡华税资本 没有遵照买卖协议 支付10亿3千万第一笔部分付款 和应计利息 双方经讨论之后 未能够达成解决方案 所以在今个月13日 向买方发出终止通知 并没收买方的20亿7千万订金 长实在去年9月 已超过207亿代价 出售有关项目 涉及152个住宅单位 和全部车位 当时预计交易可以带来 大约63亿的收益 集团说会按时放重新安排销售 多谢收看无线财经发信 再回 回到新闻时间 政府交代建造业输入1万2千个劳工的长程 涵盖47个工种 包括扎铁、铁、铁、电工和地盘管工等 下星期一开始接受申请 预料首批在第四季底港 当局说不会就每个工种预测判額 针对建造业人手短缺 发展局说由劳工代表、雇主等组成的委员会 已经就可以输入劳工的工种 和工资中位数等达成共识 其中技术工人涉及29个工种 包括是扎铁、搭盘等 泥水工、电工等等 工资中位数由日生1,100元 去到2,000元不等 技术人员就涵盖18个工种 包括是地盘管工、屋鱼、土地测量员等等 月薪由25,000元到4,000多元 政府下个星期一开始 在一个月内会接受第一轮的申请 希望在两个月内完成审批 预计第一批的劳工第四季来香港 当局说不会就每一个工种订判额 因为如果这样可能就不够灵活 大家都知道不同的工程项目 去进入不同的阶段 是需要不同的人手的 如果我们太过事先前设 这个工种只能输入多少 可能随着项目的进程有变 我们就没有那个弹性 我们是准备每一季去接收申请 因为都希望随着不同的工程的进度 大家真的因应的需要去提出申请 计划优先考虑超过10亿的工营工程项目 建造商会说相信涉及十几个承建商 而目前扎铁、泥水工、电工等等最差人用 技术人员就缺8000人 我们都叫了10年了 我们今天才是真真正正是躺开大门 香港始终有一个国际事业 还有你问我在国内的工资 原则上现在还是比香港低 再加上其实国内现在的经济环境 尤其是房地产是一个低潮来的 那帮人员也都要找一些出路 所以我觉得应该会有一个吸引力 如果不是住在地盘 或者不是即日来回的劳工 当局可以安排入住 由元朗谭美隔离设施改建的中央宿舍 建造业议会正是进行改装 预计10月启用 到时雇主要向议会给租金 可以由输入劳工的薪金内扣除 无线电视记者袁家宽宽 未来的星期日 政府发放第二期2000元电子消费券 饮食业界宣布 有超过1500间食肆 当日会推出七一节优惠 部分食肆指定菜式有节 亦都有餐厅提供全单七一节优惠 这间连锁港式茶餐厅 在今次七一节优惠活动加码 未来星期日 全线49间指定店铺 全日传单有七一节 一碟叉烧切鸡饭 原价85元 七一节之后60元 只是限铜食 首先就因为消费券优惠推出 再加上会刺激了市民的消费意欲 我们很有信心 当日会吸引很多顾客来光顾我们 生意也好 或者是围固的贫战也好 会是很大的升幅 这个饮食界庆回归优惠2.0 在继七月一号的庆回归七一节之后 再由七个饮食商会合办 有超过1500间食肆参加 比起七一当日1400多间的多 但是今次大部分食肆 仍然只是指定食品或者套餐有七一节 有业界说当日卖了这个菜式 做多了的生意不够 就是我这个菜式亏了的钱 是有的 但是这些业界都继续去做 虽然我们的生意不是特别出色 但是始终大家都看到 特区政府肯花心机去希望市民开心 我们饮食业配合得到 我们都高兴去做这件事 对于有市民反映 上次有食店没有列明优惠 令到市民有误会 张宇人说今次有更多时间准备 相信会做得更好 无线电视记者何曼军不斗 白人涉嫌违反港区国安法 逃到海外的案件再有新进展 警方说国安处昨天再带走两男一女调查 消息说包括前香港众志常委林顺嫌 据了解国安处人员昨天早上去到林顺嫌 位于西营盘的住所搜查和问话 无拘捕任何人 了解他有没有向被警方圆红通缉的 前香港众志创党主席罗军聪提供经济援助等 林顺嫌2017年之前被指违反党内处理财务程序 以罢免职务 他之后主动退党 罗军聪的家人早前也都被国安处搜查御所 和带走问话 而五哥前香港众志成员早前先后被捕 涉嫌透过营运网救平台情分面支援罗军聪 警方拘捕4人CBM为逃避交卡数报假案 我清信用卡被盗用消费 警方展示手获的证物包括中药、皮具、多张信用卡、救物单据等等 警方由占警区近半年接获过百宗华签证有可疑的报案 调查之后发现2月至5月有4宗交易有可疑 当中有人声称没有救物 但警方翻查账单确认签名是报案人 闭路电视也都记录报案人 有到相关的商铺救物 警方说占案的签证金额每中由几百元到万几元不等 当中包括公仔、眼镜、耳机等等 银行、信用卡中心和商户的协助之下 我们发觉了这些信用卡消费有别于一般的犯罪集团的消费模式 一般的犯罪集团的消费模式可能是导用信用卡 或者是导用一些电子支付的工具之后 是买一些高价的产品 例如一些金条或者一些贵重的电话电子器材容易去变卖 今天我们在这个行动中发现的东西也都有所不同 警方星期三采取行动 以涉嫌欺骗手段逃避法律责任罪 拉在一男三女 年龄由19至63岁 警方呼吁市民 不要全心利用签障中可疑或争议交易机制报案 向银行申报行骗 无线电视记者曾今报道 近年不少虚拟资产投资被形容是骗局 政府上个月开始发牌监管 业界也都推出虚拟资产评级 和风险查询网站 希望提升市民对发展第三代互联网Web 3.0的信心 Web 3.0的虚拟世界 在部分人的心目中 好像只是和虚拟资产有关 和个骗字分不开 我没有感觉我不信的 我一向都不信 我只是相信银纸 其实是鬼佬玩出来的 我不太相信鬼佬 我只知道 加密货币市场去年大幅波动 有加密货币交易所接连倒闭 有虚拟艺术品的价值 由几万美金贬值到千多美金 但从事证券业三十多年的五子权 最近就选择投身虚拟资产交易 其实就是说所有的投资都有风险 关键是如何做好风险管理 所以变成你好像投资者 大家都明白你一定要量力二位 本港上个月开始 就虚拟资产交易平台撤发牌制度 政家会相信能够更好保障投资者 尤其是散户 有业界也都成立平级平台给市民参考 有些投资者是比较进取 提供不同的数据 风险指标 或者我们提供不同的技术平台 主要的目的就是希望减低投资者的风险 大众的投资者对虚拟资产更加有信心 不过仍然有不法分子 看准这个机遇借机行骗 警方就说今年头四个月 接获663宗虚拟资产相关的案件 损失近6亿 这间公司就推出网站 市民只是需要输入虚拟货币的资料 透过人工智能和大数据 能够分析相关的机构 以黄交易有没有存在问题 市民通过因为这个网站的一些虚拟币 被欺骗或被诈骗了 这个风险现在其实还是比较多的 这也跟整个行业在初期是相关的 我相信说是在香港政府 这么好的一个法律体系 一定能够规避更多的风险 警方近期也都进驻元宇宙 提醒现实世界的罪案 例如是非法入侵账户和盗舍等 是虚拟世界一样会发生 呼吁市民要提高警觉 无线电视机就在中长期报道 北韩正实施射火星18 新型洲制弹道导弹 在相隔三个月灾道发射 潮中社报道 北韩星期三发射一枚火星18型洲制弹道导弹 最大飞行高度超过6648公里 历时74分钟飞行大约1000公里之后 准确击中东部公海的目标 报道又说 今次试射改用高角度发射 而不是第一阶段采用的标准弹道飞行模式 如果以正常角度发射 射程可以覆盖整个美国本土 而火星18导弹采用固体燃料 无需发射前加注燃料 代表可以在短时间内发射 领袖金正恩在场指导 说北韩将继续采取更强力的军事行动 直至美国和南韩承认反北韩的敌对政策失败 并且放弃有关政策 今次在北韩计4月13日第一次发射之后 再度发射火星18导弹 外界推测 北韩下次可能在顺安等地再发射火星18导弹 韩联社推测导弹发射的位置 在北韩首都平壤北部郊区 距离顺安国际机场东南30公里的大同江边 而不是以往在顺安一带发射 是考虑到试射失败的风险 影响北韩在国际社会的形象 无线连续记者陈回山报道 北韩试射州制弹道导弹后的一天 美国派战略轰炸机去到南韩 举行美韩空军联合军演 南韩联合参谋本部说 韩美两国空军星期四联合军演 B-52H战略轰炸机也有参与 与南韩空军F-15K和美国空军F-16战机 在朝鲜半岛上空联合编队飞行 这是B-52H计算上个月30日 相隔13日再飞近朝鲜半岛 联合参谋本部说 通过演习 韩美迅速向朝鲜半岛 调避美国的延伸威胁战力 再次展议美国履行针对北韩的延伸威胁 建议协防朝鲜半岛 南韩说今后韩美将会继续 寄与压倒性的力量 以实力寻求和平 外地近年越来越多家长 安排子女参加暑假游客团 但有专家说 部分家长单纯以目的地 判断游客团的价值 正值暑假 内地不少家长都会被子女参加游客团 希望他们增广建民 有时报道指 在部分家长心目中 不同价格和目的地的游客团 存在鄙视链 即是他们认为去南北极比欧美好 而去日本、南韩、东南亚 就比国内各地好 排在最后的是本市 这是一种炫耀的消费心理 对家长来讲 他在和别人交谈的时候 有一种炫耀的资本和话题 在沿途旅游市场上 不应该以价格的高低来评判 学者说 家长应该了解子女需要些什么 他指出现时很多游客团 都是由旅游机构主办 在教育方面缺乏专业性 应该逐步建立市场准一门栏 设立资质标准提高质素 无线电子记者陈雪仪报道 稍后有中华乐境 又到中华乐境时间 对在职家庭来讲 同事照顾小朋友并不容易 近年小内地幼稚园开接托移班 令家长放心工作之余 亦都比小朋友提高自理能力 小朋友两三岁就开始上学 除了学习知识 也都要适应群体生活 但要他们乖乖上学都不容易 我们家孩子在刚上学的早期 他经历了一个正常的过渡阶段 就是所谓的分离焦虑 尤其是因为我之前对他的小时候的陪伴比较多 但是他在远的时间他是很投入的 他只是非常偶尔的会想到这件让他伤感的事情 他们能够有大转变 全靠幼稚园老师的努力 我们会照顾孩子的三餐两点和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 同时我们会开展运动素养活动 艺术活动 讲绘本故事 做英文游戏的活动 我们在幼儿园也会给孩子安排不一样的生活体验 小朋友在这些体验当中会获得一定的成长 孩子的自力能力 生活习惯也有了提高 我们近年优化人口和生育政策 支持有条件的幼稚园开托移班 原方期望透过加强课程内容 配合国家政策 令托移教育发展更有规范 无线烈士记者李澤浩报道 甘肃有九五后大学毕业之后 返乡种植樱图 透过搭建电商平台 将产品销往全国 甘肃天水市秦州区 地跨长江黄河两大流域 位于西北黄土高原区南沿 光照充足而写昼夜温測 是北方落叶果树的最佳租培区之日 很小的时候就开始陪随着大人 一起在樱桃果园里面 劳动对于樱桃产业 樱桃的这个也是非常有清洁 他在甘肃林业职业技术学院毕业之后 回回乡下和姐姐发展樱桃种植产业 我对于市场这个调研以及考研的 已经就开始发现 老旧品种 咱们已经开始逐渐的被市场所淘汰 对农户已经不能造成很好的一个收入了 我就开始想着如何是去把这个整个产业 做出这个转型 两子弟不定期组织农户 免费培训樱桃价摘技术 并且要求农户规范种植 又搭建电商平台引入快递公司 实现全国快销 秦州区已经形成百万七千畝 产量稳定而且品质优良的大樱桃主产区 年产百亿人民币 主要销售到北京、上海、黄东、重庆 和新疆等的地方 无线电视记者姚卓同报道 产世遗唱土布属国家级飞胃 当地妇女用指尖传承之余 亦都大动拾夜 即即服即即 女工正是制作遗唱土布 这种布手感舒适 有适得呼吸的土布之称 第一道工序就是错棉树 然后放蟹 然后就是怪蟹 然后大蟹 然后就是僵蟹 染蟹 大桶 怪蛇 七十多种工序 怪蛇 就是一根一根把那个蟹 从那个蛇里面都要穿过来 那个比较麻烦 山西永济是全国优质棉生产基地 老粗布在民间使用已经有千年的历史 村民职部造医 手艺代代相传 06年当地成立合作社 组织六十几个妇女职部 2012年又成立文化创意公司 开展设计研发 带动超过800人就业 籍女最小51岁 最大96岁 人均月入二千多元人民币 从小就开始直播 当时学这个直播也不难 你以为在那 就是从小就是在家里 都是最好的以徒步为父嘛 一天就是几八个小时 一个小时就是个移民部 家里活动我平时没事就在这里 就是有老人出不去 就是这可以补贴家用 工厂有一百多种产品 除了卖到全国各地 还销唤新加坡 南非、俄罗斯等 年产值超过二千万人民币 母纪念自己就在周可音报导 你是中华了警报导人 日子 沙特 制作者 因安 紫叶